所以只是說在這邊有一點討論 那這個扶貧計畫 其實像院長這樣子的一個胸懷 我覺得 我覺得是可以提出來 不管你今天是在台灣 或是在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像現在這樣的孩子更多 像這種孩子更多 更需要 所以凱恩以前就有一個想法 就說我們就來結合很多 尤其是台灣 那個今天亞雲也在這裡 我常常看 因為我自己曾經是國中老師 那我為了我的孩子 就剛剛校長也有講 我的兒子是送到幼稚園去 每天都被看牆壁 他就是一個很好動 很聰明的小孩 體力很好 然後又相當的聰明 每次孩子一群在那裡 他一定是首腦 他的花樣很多 像這種樹 就爬上去了 我就是為了他從國中跳下來 我媽媽常常說我很不慘 不然我現在一個月也有很多人的命 可是我一點都不會後悔 因為我的孩子最起碼他沒有變壞 我們優秀我們不要講 所以我剛剛就有想到 這樣的一個計畫 扶貧計畫 在中國大陸 他是已經默默在自己 那像這樣是一個像院長這樣在台灣 又政府又不支持 可是在中國大陸他是被支持的 現在中國大陸公營慈善事業 他們把它叫企業 很認真在推動 社會企業 他的扶貧計畫 我有介紹幾個企業團體 他就是你的企業來 好你就先奉獻 可是相對的全中國的很多的資源 他就會給你 你先做 做了之後他就後面再做完 一直在那裡循環 所以他的扶貧計畫的來源 就像這邊現在這樣源源不斷一樣 所以這個是要有計畫 而且要有一個領導 像院長這樣的一個胸懷 這樣的胸懷來做這件事情 這個有機會我們再 我再介紹我們那個大哥 他有快八十歲了 那他希望台灣也有人來帶給 這一塊 我們這次是在你 你拿我刀 你拿我刀 同樣我也是 你也有准貸 我也做慈 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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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有 我就是順 不是 他有 我就是 莫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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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早上一早 送菜到中央市場去賣 台北人在西陵北路 我今年八十八歲 怎麼說要依照 自主啊 可以說要依照 這麼孝順 我們這樣就是 今天正好 有這個姻緣 跟林輝輝 我覺得這樣很親切 其實很多話都很受用 我常常也覺得我的觀念已經很超級 但是還是有當頭棒喝的時候 這樣子 我們能不能看一下 應該去在這邊看一下吧 轉一轉 待會兒要吃飯了 吃飯是這樣子 因為我上次跟美醫師過來 就感覺林輝輝在講說 而且在書裡面也看到 來參訪的人 你們吃飯他是獅跟獸 對不對 這概念你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你們今天來這裡捐款 你們來捐款送物資的話 你們是電籠 我們小孩子是地主 是地主 你們是電籠 因為你電籠要種的話 一定要有地主去工作 對嗎 那這樣電籠種下去 我剛提的 地主種下去開發結果 地主分375 電籠分122 所以我們人不要扮演一種角色 永遠能當電籠 永遠能當地主 375 625到最後會這樣子對吧 地主到最後也變不是地主 所以人應該有兩種角色 有時候當地主 有時候要當電腦 當地主的時候分375 多出來的黨去種 當電腦分122 加起來是1000 對吧 所以你們今天在這裡吃 來這裡如果 這就是用假設語氣 如果你們來這裡捐了捐了 你們是電腦 還是是地主 倒過來你們如果今天在這裡吃飯的話 你們是這些東西 是人家送給孩子的 送給孩子還是沒吃完的 還是孩子的 那孩子的話哪來請你們的話呢 你們是地主 孩子是電腦 所以你們要大方一點當地主 讓我們孩子當電腦 讓他奮鬥一點 奮鬥了 我有沒有表達清楚 所以來到我們這裡的話 希望你們很 我都希望大家很大方的在這裡當地主 讓孩子種種 這樣可以吧 通嗎 體驗啦 最主要是經驗 這個真的等於是 我是很深刻的感受 因為我當年喔 剛剛來辦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比較誠實 現在比較不誠實 因為當時人家送東西來 我還有就跟他講 我還有啊 不接受啊 謝謝你啊 別人家送你來 我說你還有呢 謝謝你啊 送來的人都殺人啊 熱臉紅臉 貼上人家冷屁股 給我一個最深刻的兩三個 一個是一個歐巴桑 我看那個最少七十歲 辛辛苦苦 金買了二十床的棉被送來 冬天 我跟他講說我棉被還沒有 那真的死不少三年 你不知道怎麼辦呢 我一個學生 因為我教書教練很早嘛 我的學生大概超我幾歲而已啦 我當中有一個學生 哇 用這個不錯的 也在當校長什麼什麼 我辦這個他也是在當校長嘛 他就帶他太太來捐款 感謝這個老師 結果有一次他太太跟我講 他說要捐水塔 我跟他講說這邊 一年缺水的時間很少 大概兩三天吧 我說這兩三天 我就讓孩子 去體驗 去感受捏水的不方便 然後提醒他們 要節約用水 我說這兩三天 我就叫來這邊 我們那個老村長 他家有深水景 就讓孩子在那邊滴水 洗澡 洗衣服 我說這很好的教育聚會 教育聚會 同時不來 還有一個醫生 他去釣魚釣了一大堆來 我跟他講說我們這邊出樹 這個殺掉了就帶回去 十幾年以後 我太太帶孩子去給他看病 我還在念念不忘這件事 所以就是說被拒絕的失望 很難過 後來我說不老實 聰明一點 我想如果我今天 我要去送人家米 送人家魚 送人家棉被 送人家水頭 是不是要去賺錢 然後再來做啊 現在回來再來送 對吧 前面這一段比較困難 送比較簡單 困難的別人替我做好了 然後我把它推出去 噢 這個頭髮壞了 我這一轉念 我就好 來我就送 我說送 我做了很多了 我就送送送 我兩種身份都有啊 所以我是一千收入的人 我做很多 不要說白癢 我現在一年跟他米中作四十多年 好很多耶 每天人家一直送來 我一直送出去 這不是很好吧 那一直進來啊 我這很富有啊 我一年也是人家管管 一年給我做好台 不太送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 這兩種身份一定都要有 人家要給我們有門說 如果多出來啦 我們不要浪費 糟糕不要丟掉 我們不要浪費 他去幫助需要的人 喔 這水上傳缸 這樣 所以希望你們今天 大大荒荒開開心心 讓我們孩子重福 可以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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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啦 這個念 這種觀念念陀 很少聽到吧 先生 不好意思 這次我們三個可能會先走 下一次我一定會再來 我跟你講喔 這個剩下十幾分鐘就吃飯了 先走到哪裡去啊 吃飯吃飯吃飯才回去 給我正好給他 這樣 這樣也沒用 對嗎 這個要這麼快 是給我正好 如果告訴我今天 母子吃五百多 要給你們吃 對呀 親愛的 這些都是競出來了 我才競爭這一個 競爭這一個 就讓我靜一下 拜託一下 吃完飯以後 因為它好像比較早 五點二十分 大概再幾分鐘 吃吃看 這邊的一手貨 像你 要多吃一點一手貨 吃菜配飯 我今天晚上 打給你的青菜 千萬不要跟我說少一點 要告訴你 那是最低量 你也是一樣 飯少吃 如果你真的聽我的話 青菜多吃 飯少吃 如果手發抖的話沒關係 兩個禮拜過去就好 如果真的餓得難受 喝一點牛奶就好 三手貨 牛奶是三手貨 但是這個必要的 偶爾 但是這個過了就好 過了就好 以前 我現在很努力 碰到這種胖的人 我也不怕得罪 我只是言 都是直言 以前我胖嘛 我當國大代表 當校長 我吃得肥肥的 而且更恐怖的 我那個時候 手上 臉上就很多老人搬 我現在沒有 讀書 對啊 吃太多排不掉 後來我就這樣吃 吃 我現在一個都沒有了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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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點音很漂亮 點音很乾淨 七十七十而已 很棒 七十七八十八 對啊 七十七八十八 所以你們記得 今天來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 如果願意聽我的話 改吃菜配飯 改吃一手貨 是最大的手貨 讓自己健康 省事 省錢 賺健康 省錢就是賺錢 好 我們要不要稍微走一下 好 稍微走一下 OK 今天是因為比較冷 不然坐那邊更棒 那邊 坐外面 對